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新人八周第五个单元 邀约人才建团队 邀约人才建团队 我是宏光峰会智慧建筑业的代表 薛安婷 我们来到BMI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如以下这几个项目所说的 第一个会想要增加我们的业务量 来扩展我们的人脉 以及扩展我们事业的版图 增加品牌的能见度 与异国异业的合作 还有国际的链接 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的过程中 我们有学习与人的沟通 让自己有所成长 事实上我们所列的这几个项目 就是我们来到BMI 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试问说 你来到BMI是要达成什么目标呢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不管你是在生活上 或者在你的工作 或者在你的专业领域 或者在你的公司经营的成长 都想要有一个目标 那目标的设定是源自于 你会有中期长期的目标 那达成目标 就会需要这些伙伴们 甚至于用一些方法来让你达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真正要达成目标 现在目前我们都是单打独斗 但是来到BMI之后 你会有团队 所以呢就让我们用团队的方式 来让你达成目标 那首先我们进到BMI 我们先思考 BMI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专业别 就会有一个席次 所以先试个思考自己的专业 是什么样的专业别 以及在这个专业别里面 你自己的定位 是在哪一个位置 试着思考一下 比如说亚瑟 我自己是智慧建筑的专业 那我的定位呢 大概分几个方向来思考 首先 你自己配合的 合作的业主是有哪些人 譬如说我合作的业主 就是会建设公司 营造公司 建设公司 还有建筑师相关 以及电器技师 这些是我的配合的定位 另外我的 其他的配合厂商 有包含 比如说跟我同行同业的 这些都是我的配合厂商 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定位 以及你能够执行专案的能力到哪里 就是说你公司的规模 能够接到什么样的案子 这就是我们的定位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规模 所以你才知道说 我要能够所承接的案子的大小 跟我所配合的客户群 以及我周边 可以跟我合作的对象是谁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己的定位 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呢 各位 老师 你可以稍微举例一下 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方式 可以举例给你的导生听 或者是说让导生试着去说出他自己的专业别 行业别 以及目前他自己在市场上的定位 或者他在自己公司的这个规模的定位是在哪边 以及他能够配合的相关的产业是有哪些 首先你要先很清楚了解自己 你才能让别人认识你自己 所以大概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几个产业来去先定位你自己 首先我们透过一些方法 比如说用产业酒公格的方法来列出 你所能配合的相关产业或相关的厂商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产业酒公格 要爱来宾的思维 首先用客户密切合作跟供应商的相对关系 上面这一排就是你的客户 就是付你钱跟你签约 他付款给你的 你跟他签约的这一块 那左右呢就是跟你密切合作 你会付钱给他 或者他会付钱给你的 彼此会有互相的合作 下面这一排就所谓的供应商 就是你会他要跟你付 他要跟你签款的 或是你要付钱给他的 这些相关的供应商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第二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透过业务人卖圈的图像化 向外发展 以自己的服务分类为一个核心的属性 那写出我们八个延伸的产业酒公格 以自己为出发 往外扩散出去 可以跟你合作 有一个产业类的产业类别 比如说 以下还有一个举例 比如说健身教练 他往外延伸 他可以跟健身交流平台 可以跟营养师 可以跟营养补充品 运动整部 还有相关的健身周边产品 以及健身餐的餐厅 器材 以及健身房合作 这是往外扩散 或者是相关的顾问类 他可以跟品牌设计 或者教育培训 品牌策划 企划顾问 自媒体 网路行销 活动执行 跟敏捷教练 相关的一个配合 就以自己为中心 往外发展的 相关的一个配合方式 来列出你的产业类别 那相对的 当然你要最重要思考 自己在这样的配合 能够合作的模式之下 自己跟自己是一个门当户队 就是说你的执行力 或者说对方拿到案子 他能不能发包给你 或者说你自己本身 有拿到这样的案子 你要找相关同等能力的人 大家可以互相做一个配合 来列出你的产业类别 那因为有了产业类别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分会 如果自己分会里面 有跟你相关的 当然是找分会里面 可以互相合作的产业 来做一个互相商业上的交流 那如果你列举出 这些的九风格里面 如果其中是没有的 那肯定这些人 就是你要去把它填补起来 那如果填补 当然是透过邀约的方式 进到分会来 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合作 一起打拼 一起扩展我们的事业版图 来去完善我们的一个产业列 所以呢 接下来 你如果已经列完这个九风格 接下来我们就要 邀约这些 那分位所欠缺的产业 你把邀约来成为来宾 那邀约来宾 其实来宾就是活水 也是我们的生意所在 其实每一个会员是从大量来宾数量产生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来宾 因为我们来宾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边 是我们所需要的 以及感受到这边的氛围 在这里是可以大家彼此互相合作 可以做成生意 可以打团战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加入来到这边 一起在这里打听我们的事业 那如何邀约来宾呢 事实上就是从刚刚的九风格里面 我们目前分位所欠缺的 你把邀约过来 那邀约来宾来讲的话 其实上我觉得是不需要 有任何事先的预设的想法 因为你邀约来宾过来 让他能够看到 我们在这边其实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或老板 在这里他会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甚至于说你邀约来宾来之后 其实我们的伙伴也有机会 跟他互相的合作跟对接 因为在这里 其实BMI就是一个商务的平台 大家来这里发展彼此的事业 在一页结盟的状况下 能够去扩张自己的事业版图 所以其实在这边 邀约来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分会的人数越多 事实上他生意的链接度就会越大 生意的单数就会越多 彼此合作的几率就会更大 所以各位 其实分会从小到大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 其实都可以 就自己的专业 去延伸到自己所需要的产业 过程中大家因为每桌的见面 互相的合作 而产生链接 所以呢 各位 其实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我们要不断的邀约来宾 因为来宾 其实本身 他自己每一个人 背后都有很多的人脉 每一个人的手机 至少都有200个人以上的联络 事实上这些的来宾 就会产生 跟我们伙伴们 更多更多的链接 所以呢 来宾就是活水 就好像我们分会就像一个百货公司一样 百货公司是需要客人来逛街 客人进来才有机会产生 不错 才有机会产生消费 如果大家都在这边 没有来宾来的话 等于说是一间百货公司 是没有客户进来 大家就没有办法互相的交流 所以也不可能变成是 我们百货公司里面的 我们各个厂商互相在那边买东西 也只仅次于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 那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把来宾邀进来 要有客户进来 才会有更多的生意量产生 所以来宾就是活水 生意之处战 所以呢 邀约来宾就是会是一个业务的开发能力 就像我们到外面去做开发的时候 我们跟客户邀约见面 我们会希望他能够去了解我们的产品 我们会希望邀约他一起跟我们在这边互相合作 互相打拼 所以呢 其实邀约来宾如果能够邀约来就等同是你的业务的开发能力 那如果来宾能够在这边看到这里的状态 觉得在这边是有生意可以做的 是可以产生 生意上的链接就相等同于是一个业务的成交率 所以我们说来宾要预约是开发能力 就是我们的成交率 各位伙伴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减合相关的项目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试着去练习刚刚的人脉的 人脉产业和关系 把列出你的九宫格跟八个名单 但是重点是你要如何去邀约他们 你名单列完之后 事实上你可以把你所熟识的把电话填上去 填上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邀请我们比较资深的 我们的领导团队或者导师 或者分会里面的总顾或大使 我们一起来做邀约的动作 帮他邀进来之后 完整你的产业链 更能增加你的生意量 然后在分会里面彼此能够做出奉献 在这边周周见面 周周合作 接下来就是列出你分会 最有可能合作的产业链 为什么你能跟他合作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很精准列出我们所需要的产业九宫格 而且是从中挑选出 这八个跟你密切合作度 密切合作度最高 能够为你公司的业绩 贡献出最高的营业额的 这个八个产业 那其实你可以列出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这八个产业是 可能占比在你这个公司一年的营业额中 有可能占比60%到70%之间的 这些相关产业 而且这些产业可以很密切的合作 几乎你所有的案子 不管是你这边成交之后 跟他们一起合作 或者是他们有案子之后 可以互相找你合作的过程中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在列九宫格的时候 是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列出你的九宫格 那可以找伙伴们来协助你 要列出这样的名单 必邀约来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